盘点如意传13套最美造型 No.1如意城楼造型 这个城楼装造可不是说如意第一集的时候那件蝴蝶造型 而是在如意刚出冷宫的时候 他提出想去城楼上转一转时身上的那身衣服 他穿着这件黄色披风缓缓走上城楼的时候 真心让人热血沸腾 总觉得当时的如意下一秒就可以秒杀对面的敌人 当时这个气场直接窜到2米8 这件披风在后来也经常被如意穿着 只不过还是第一次穿着的时候气场更强大一些 这跟如意当时的心情或许有着莫大的联系 No.2海兰黑化造型 海兰小天使平时穿衣打扮都很肃静 毕竟人家对扎龙没那个意思 就没必要穿红着力的七成宠 但是自从海兰被狼化惩罚 在雨地里跪了很久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他先是去了冷宫 向姐姐如意倾诉了苦楚 在得到如意生出勇气的劝慰后 才拖着沉重的身去离开 但是走到半路上 他又听见高新月说出了如意被冤的真相 这突如其来的刺激 让海兰带病黑化 病好之后的海兰开始了自己的争宠大计 第一步就是先给自己画上美美的妆 换上好看的小裙子 这套衣服不止扎龙看了迷糊 苏丽云看了都直呼好家伙呀 这个阶段的海兰 其实就没有一件衣服是难看的 明明每一件都是YYDS好吗 No.3绝美流苏造型 小琵琶精下线之前 有一件带流苏的造型 没错 就是金玉岩给他下毒那天 他穿的那身衣服 这个流苏呀超级特别 上面有孔雀羽毛的钥匙 下面的流苏垂感极强 在阳光下面的时候 这个流苏简直在发光啊 只可惜这么一身衣服 是小琵琶精下线前 穿的最后一件长服 忽然就觉得这身衣服 怎么就多了点凄凉呢 No.4 纯白抑郁风 一听这个名字 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我们韩相剑 第一次出场的造型 当时韩相剑穿着韩布服装 站在大地上一舞 扎龙眼珠子都差点沾上去呀 不过着迷的哪里只有扎龙 还有我呀 虽然这一段的扎龙 把波青寡异四个字 做到了极致 但其实谁还不是那个 想为姐姐吃 想为姐姐狂 想为姐姐撞大墙的人呢 只不过这套造型 和后来韩相剑 初次请按的衣服 都是同样的好看 只不过呀 穿上奇装后的他 似乎要更加清冷一些 现在先不要被美色迷住双眼 咱们好看的造型 还有一大堆呀 一欢绝美造型 你get到了吗 No.5 跪地哭泣造型 这套造型出自于十二个生病 一欢跪求太后出宫的时候 虽然当时一欢哭得凄惨 但这个造型真的绝美呀 身上的紫色衣裙 衬出他清冷的气质 头上装饰很少 流速也是简简单单 可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又好像在发光呀 这一幕我愿称之为 如意转绝美镜头 只可惜一欢哭着求太后 也还是没有什么用 当时太后的闺女遭了难 被杀夫凶手扣下 甚至那个凶手 还说想娶了公主 扎龙这边觉得不能打 要把妹妹留在那 太后这才给一欢出了个题目 让她帮忙去求情 可等一欢见到扎龙之后 这个男的竟然翻了脸 一欢苦苦哀求 他却说前朝是盲 我们不谈这些 大哥 是你儿子病了好发 当然这个心肠冷硬的男人 谁的请求都没答应 十二哥死在了宫外 自己妹妹也被迫再次成婚 这么看来 一欢这个造型好看是好看 但是却带着浓浓的悲伤 她就是全剧中 最凄美的造型了吧 当堂审问魏妈造型 其实这就是如意等人 在一婚宫审问魏燕丸老妈时 她身上穿的这一套了 当时如意狮子不久 穿着打扮都非常的肃静 衣服是白点绣花 头上也没有什么装饰品 就连手上拿的扇子都是纯色的 当时的场景有点黑 所以这套衣服看上去有些普通 可一到了阳光底下 就立马不一样了呀 阳光这么一照 就让人觉得 穿上这身衣服的如意超级安静美好 要说如意哪套造型最滑贵大气 那必须得是这身 她皇贵妃时的黄色衣服 也就是如意在长街 遇到绒配时的那套衣服 黄色确实衬的如意 肤色更加白皙 而且搭配头上的流苏和布瑶 也显得更加滑贵大气 这个布瑶啊 还是如意在喜庆冤屈后 扎龙让她从众多礼物中 挑选的荷欢布瑶呢 这是个王府公侯家送来的节礼 以条件自己喜欢的 其余的 朕留下来赏人 说到这个就来气 人家送礼物都是自己弄 他倒好 让人家从县城的里面挑 蛮事还在一边叽叽歪歪 说什么荷欢寓意两相情好 荷欢寓意两相情好 来 朕替你沾上 呵 退 杀难 No.8 木兰秋显骑马装 虽然景色这个造型 它只出现了那么一小小下 但是也确实好看啊 至少这个蓝色的骑马装 显得它格外英姿撒爽 可比它之前穿牛角包造型 也好看上不少啊 不过景色的衣服 也不是只有这个好看 如意断发后 扎龙带着众人回宫 这个时候 威延婉成了后宫的头头 正在自己宫里开茶花会呢 路过的景色 穿了一件紫色衣服 这颜色倒也衬得它 多了几分华贵 只是当年木兰秋显的时候 也不知景色的造型出彩 海兰也有好看的造型呢 海兰的衣柜 到底有多美 No.9 木兰秋显紫子装 这套衣服出现在 永成和自己老妈 联手害扎龙的那次木兰秋显上 这件紫色的衣服 在海兰身上 衬得她皮肤白嫩又年轻 当时海兰的这个棋头 也非常独特 虽然形状怪异 可戴在海兰头上 却显得很端重 明明那次木兰秋显的时候 妃子们穿的都很好看 但海兰就凭这一身 成为了重嫔妃当中 最好看的那个 之前海兰黑化的时候 就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柜 但是之后 海兰因为生子 身上留下了不好看的纹路 所以很快就失去了 扎龙的宠爱 从此之后 海兰身上 似乎就没什么 太过出彩的衣服 不过那次木兰秋显的时候 妃子们穿的衣服 都很好看 在永激遇测的那天 妃子们都穿着急服 表面上来看 这衣服只能说是普通 但如意照顾永激的时候 穿的是一件黄色奇装 头上则是一个电子头 穿着这身衣服 营照里虽然光线昏暗 可站在近光处一看 这身打扮还是很美 而且和平时穿的长服 极服相比 如意的这套造型 有一种不一样的美 这套造型还是出自于 永激遇刺的那天晚上 当时是一场宴会嘛 所有人穿的都是极服 可是韩湘健穿上这身衣服 就和别人比要美上很多 消息是之前 韩湘健穿的衣服都太素雅 脸上的妆容也都淡淡的 可这天穿上的极服 头上带着电子头 妆容似乎也浓了一点 所以看上去既娇媚又清冷 像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据说穿着这身衣服的韩湘健 还有一个敬酒的场面 只是最后没有播出 没有看到这一段 真是可惜 众皮飞冒着大雨下跪 还是在韩湘健刚入宫的时候 当时永昭认为老爹着了魔 已经开始不顾千钞大事 于是在扎龙面前禁言 可这个时候的扎龙 非但听不进去 还狠狠的斥责了永昭 导致这孩子 没走出去几步呢 就吐血昏迷过去了 紧接着就是苏绿云去求情 结果站着来的 躺着走的 这个时候 庆贫和众多嫔妃 在大雨中跪着 希望扎龙能把寒香剑送出宫 当时庆贫身上 穿的就是这件蝶脸花 嘿 你还别说啊 在一种嫔妃当中 就这件最好看了 从一开始的七流行 到现在这个样子 庆贫可真是进步了不少啊 No.13 贵妃偷穿华服装 当年老化在位的时候 曾经奉行简朴 让后宫的妃子们 都穿得朴素点 可高兴月表面上支持 心里还是想穿漂亮的衣服 不过人家偷偷穿的这件衣服 确实还挺华丽的 身上绣的花多 但是却不显得杂乱 加上这带着短流速的旗头 让高兴月看起来格外的娇俏 除了这13套造型以外 我真的想不起来其他的了 你还想知道 剧中哪件好看的衣服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呀